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etrosexual这个字是由metropolitan 大都会的 跟heterosexual 异性恋者 这两个字所组成的一个portamental word 他会觉得 诶 到底什么叫都会美形男嘞 by definition, a metrosexual is a man who lives in a city and spends a lot of time and money on his clothes and appearance 所以其实metrosexual 指的就是一个生活啦 工作都在大都市当中 所以他非常注重外表跟时尚的异性恋男子 事实上metrosexual这个字是英国记者Mark Simpson 在1994年发表在独立报The Independent的一篇文章叫做 Here comes the mirror man 中首创的一个字 Mark Simpson他认为说说metrosexual颠覆了一般传统上对男性的认知 这些metrosexual 他们非常非常注重外表跟生活享受 所以他们会上美容院 会到健身房 注重自己的身材 也关注时尚 注意保养 而在metrosexual这个现象的背后 其实就意味着有些男性 也渐渐开始接受过往被认定为女性专利的事务 所以之后啊 只要跟都会美型男相关的商业活动 都被认为具有很大的商业潜力而被大力的开发 相关商品跟服务也都大行其道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In Mark Simpson's article David Beckham is described as the most iconic metrosexual of Britain Afterwards, the term has been acknowledged by the public 这句话的中文意思是说 在Mark Simpson的这篇报道当中 David Beckham 这个人被描述为英国最具代表性的都会美型男 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David Beckham是谁 后来呢 这个名词 就慢慢被大众所认可了 其实 In fact In addition to David Beckham American actor Brad Pitt used to be a metrosexual 老实说 其实除了David Beckham之外 这个跟彼得长得像 对不起 是 这个名字跟彼得长得很像的美国演员叫Brad Pitt 布莱德·比特 他其实过去也是一个 metrosexual 只是现在有一点年纪了这样子 如果以亚洲来看的话 在台湾 过去的F4 或者是飞龙海当中的无尊 其实也都是metrosexual的代表 那至于日本 韩国 则有更多都会美型男的代表 比如以前的牧村拓哉 或者像现在的韩国男性叫做李敏浩 他们都是metrosexual的代表 今天跟各位介绍metrosexual这个字 希望大家在认识这个字之后 可以注意在你身边 有哪一些人是具有metrosexual特质的人咯 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See you next time 英文早自习 我们下次见咯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